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2021年7月的双减政策开展以来呢 我们发现减轻的目光是学生的这种课业量 课业负担 同时呢 对于我们老师设计构建一个高质量的高校课堂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作为一个老师呢 我们需要全面的提升课堂效率 以及提升我们作业的改判评价的质量 那么在实施过程当中呢 我们发现 减轻了的课堂时间和我们的作业量 无疑是给我们的英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更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大家都知道写作需要时间嘛 所以呢 为了写这个写作 我们发现呢 实施当中主要有四大困境 第一个呢 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写出正确的句子 往往老师们呢 会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语法上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碎片化的语法知识就过于强调了 比如说老师会单独开一个课时来讲这个冠词 或者单独开一两个课时 两三个三四个课时去讲实态 但是我们忽视了其实我们在正常自然的写作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所有知识在充分融合的运用和实践的过程 所以我们把它割裂的做理散的去过分强调的话 往往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错误的一道 那么其次呢 我们发现我们每周一次的这样的写作作业 从布置到学生的实施去写 往往一个星期只布置一篇 那个学生写完那一篇之后呢 我们隔周五再给他做一个反馈 那么孩子们可能忘掉的这个速度 要比他记住老师反馈的还要快 所以呢 我们发现这个隔周的这样的反馈呢 其实是缺乏一个实时的跟进的 然后呢 第三个我们发现 通过一些传统的技术 比如说高拍仪啊 或者我们用这种高精准的扫描仪啊 手机上墙啊 或者用iPad等等这样的技术呢 往往呢 不光呢 是让学生们从这个专注的状态当中呢 被打断 很多其中的好奇 哎呀 老师用手机干什么 然后老师再晃一晃 这个时间又过去了 然后高拍仪可能教师进入课堂当中的 头五分钟很重要的热身 要聚焦自己的课堂准备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设备的搭建当中 所以一个好的专注的教师的状态又被打断了 所以呢 老师就发现那个占用了很多他的准备时间 然后呢 学生又被带的分散了注意力 因此呢 其实这些传统技术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可能必大于利 我们在想这几个解决方案当中呢 我们发现呢 只有这个常规的被冠以了这个先进的技术的课堂传统三件套 就是纸笔本 它才能够在不打扰学生的专注度 也不给老师添加负担 同时又能让反馈非常的及时到位 能够做到一个流畅的 高效的 自然的这样的课堂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纸就是一个普通的纸 只是说我们按打印机的时候多按一个铺点的过程 它并没有给老师增加负担 然后笔呢 只需要学生按一下后边的这个灯 它只要是闪亮 是蓝色或绿色就可以正常的使用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假设 它是基于我们的社会学习 还有精准化教学 认知附和理论 那么我们知道精准 首先说到社会学习 社会学习是在1977年 由我们的这个Albert Benderes他提出来的 他说呢 就是一个人他可以通过交互学习 观察这种其他同学的学习 然后呢 来复制 然后来向优秀的学生不断地产生这个复制好的结果 然后所有的行为都是交互学习的一个决定论 就是交互学习的一个必然结果 然后另外一个呢 精准化教学 我们是同这个斯基纳的这个行为理论演变过来的 然后呢 他是大概在1980年左右被提出 他强调的是我们要通过设计 这样的三种场景可以跟大家就很好的来在线和分享 第一个呢 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日常授课 第二个呢 是我们通过精心设计的一堂读写课 那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场景呢 就是我平时改作业 改小册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常规课啊 这个就是我每个星期大概有三节左右的写作时间我会做的啊 也许它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明确的写作歌 但是它在精读课上我也会这样用 在我们的阅读课上啊 就是首先从课堂的热身开始 我可能让学生随机的 我们就开始拿笔写出一些他有困惑的问题 那么带着这样的问题又产生一个词云 我就发现学生重点在这节课他想了解是什么内容 我就可以让这个课堂动起来 它是一个生成性的动态化的课堂 然后在课堂中 实施中间呢 我会教我的知识点 那么通过知识点的不断的操作 我发现后台就是孩子们写出来的数据有一些关键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及时的进行一个 即时的进行一个讲解 然后第三呢 就是我的课后 我每节课下课之前有个两三分钟的一个思维导图的回执的过程 我会让孩子们在脑海当中复现 我这节课到底讲了哪些内容 然后这样一个小小的操作 我每节课收集上来的东西就足够我来跟踪 分析 然后再来修正我自己的接下来的教学的一个方向和策略 这是我们平时作答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跟学生布置了一些题 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叫做面皮诊断单的东西 就是我们刚刚几位老师也在探讨说什么东西可以不被AI取代 那么我认为不能够被AI取代的就是人类的这种情感价值 那作为老师他是一个人 那学生也是人 其实最怕的就是见面 只要能够保证定期的跟所谓的 就是不是学会生吧 学有学会生都需要见面啊 定期跟这样的孩子见面 能保证一周 像他一到两次 然后如果再能找到他的一些针对性问题 给他进行反馈就更好了 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 你看比如说这个孩子根据他的正确率 还有他的这样一个做题的时长 我们就发现在右边的这个散点图当中呢 会出现红点或绿点 可能绿点呢 它属于正常时间范围 那做答正确率又很合格的 但是左边有一些红点 可能就认为它时间过长或者过短 然后那个正确率又没有达标 那么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践踏了 但实际上就是绿点我认为 应该保证一周一次跟孩子面谈的机会 然后这个红框里面呢 就是对他这个写作当中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就是说我们 典型错误的一个分析 比如说我认为这样的典型错误 它是全班范围之内 那我可能不用等下课 我这个下课之前就直接一起讲了 然后对于那个不是典型的 全班大面积的错误 我可能就是下来根据那个面皮单 然后再跟他们一对一的约聊 那我们说这个 所谓的典型错误可能有这些方面 然后我们就会快速地生成这样一个散型 就是彩虹图 然后什么样的错误犯 这个小文章当中出现的最多 这是刚才我的日常的一个场景 下面我来说一下就如何通过有效的设计 把一篇文本化作一个写作最佳的这个资料 那么我来说一下就是 从谋篇布局和细节当中 我们如何从自然的写作的程序当中出发 然后再赋能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过程反应技术 最终能够做成一个高效的不同于平常课程 然后又突破了传统写作课的一样一个设计 首先呢就分析一下我们这一课的文本 这堂课呢是在讲一个儿童 他又聋又雅又盲 他的名字叫海文凯乐 那么大概是在他五六岁的时候 由于父母和其他家里面的人听不懂他说话 也不知道他要什么 所以他变得非常的狂躁 于是呢他的父母就请来了一位老师 他的名字叫做Anne Sullivan 然后Anne Sullivan老师呢 不但拿这个手 在他手上画什么拼写单词 让他去真实的感受水 感受玩具 感受自然冷热酸甜苦辣 让他知道一切事物跟他的那个触觉相关 于是呢最后孩子最然最后走到了联合国 居然能够张口说话 就通过他的这个喉结这个震动 然后教会了他说话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当时候选这个课文的时候 原因就是因为这里边闪光点太多了 于是呢我就想到了 其实我们的英语写作 它不光应该教会学生篇章 谋偏不觉和这个语法 还有细节 可能更多的要学会 怎么让孩子做人 所以呢我做了一个学科育人补充 这是在我最近想到的 所以呢最底下 我们发现通过学习这篇文章 我们能够学到文章的基础的架构 然后从中间呢我们学会 不光要感恩老师 可能就是感恩安萨利文 而且还要感恩你周围的老师 然后也知道学习的不容易 老师的不容易 然后最后呢实现一个学科育人 然后这是一个 我们的常规课没有技术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这样设计的 大家可以看啊 没有任何技术 我们一般就是右边就是大家写作的时候常规设计 第一个选题 第二个读一读周围的人怎么写同样的题去参考一下 然后第三个我们打一个草稿 画一个这个这个outline 我们几点几点要写 然后去做草稿 然后之后呢 把你的作品读出来 让老师去讲评 让其他同学讲评 然后最后呢可能有一个修改的过程 就是五个步骤 然后我这篇课文依然是 首先呢通过读文章 我们发现海龙凯乐的成就啊 然后我们发现老师不容易 这个Ann Sullivan 他有很多闪光点 他的闪光点 可能不只是耐心这一条 可能他还有创造力 他可能还有这个坚持 然后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品质 所以呢我想把这个课堂 从一开始布置任务的时候 就让他生成起来 让他动起来 让他不可预测起来 所以就刚才几位领导专家教授们讲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 就是应该基于所有不确定 不确定的未知的领域 我们去设计它 所以这儿我就开始 我不给他们提 我让学生自己出题 那么我们这是 接下来这个五步呢 就刚才那个五步 我们融合了技术 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设置写作任务 这时候我把笔发给学生 然后学生这个四十个人的班级 我们每个人都写出一个最打动他的点 我们发现有同学写这个 有同学写那个 我们把最 写的最多的五个或者四个 我们分堆 然后呢 不同的小组写不同的题目 因为我这节课讲的并不是它的品质 而是怎样用一个有力的框架来支撑他写的那个品质的论点 所以就是一个论点加论剧加这个总结这样一个三段论的一个小文章 然后第二个呢 叫提炼主旨句和结构 这就要参考那个文本当中如何来描述 三里面的老师是一个exceptional kind 或exceptional clever 这样一个老师 然后他给了很多的例子 证据 我们论据吧 然后第三个呢 让学生尝试地构建自己的思维导图 在自己思维导图的基础上呢 进行创作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当着全班的面具朗读自己的作品 做一个展示 然后第 接下来最后一个呢 就是全班同学进行生生评价 然后我还增加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环节 也就是师生评价 他们来给我写评价 他们觉得我这堂课 我是一个什么老师 然后这个是第一步 设立写作任务 请那个后台老师播放一下这个视频 我问一下 我的问题是 谁能帮她这么多的呢 她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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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 你觉得我这个读者 我只能写一个美好词的词 OK 于是我们发现 打动学生最多的点是 作为一个有创造性和极有耐心的老师 这两个点比较多 然后剩下还有写这个 determined 有毅力的 然后还有写什么 pation的 有耐心的 有责任感的 各种各样的 看一个善良的 然后呢 第二个步骤就开始模仿文章当中的结构 我们要提取 抓取文章的一个结构 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技术 叫做用尺子再点真指的 这个课文上勾画主旨句 就是论点 于是呢 我们让学生来画这个论点 老师可以点一下 在抓取完文章的主旨句和结构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让学生 自己写自己的主旨句和结构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建构的环节 我们来细看一下 孩子们写的这个主题不同 他们的结构也略微有所不同 有的人就是 i topic sentence在中间 然后第二部分 他就引用了他的论据 这个avidance 然后之后他才写了 他的论证过程 explanation 有的东西把中间两个步骤 进行了一个颠倒 这个都是可以的 然后到最后他给了conclusion 每个人基本上都有concluding sentence 然后在大差不差的情况下 我会对这些孩子们随时上强的这个结构 进行一个简单的这个讲解和点评 然后之后呢 就让孩子们开始分组进行写作 OK 六个字 那他们进行创作之后我就找一些同学上来分享 大家发现我没有花任何时间来拍照 也没有花任何时间把它倒到我的PPT上 随时就可以上墙看每一个同学还可以做一些对比的讲解 然后呢在写完之后我就开始做个性化调整 这个个性化调整不光是我自己的 还有学生自己做个性化调整 它可以根据同学们给他的一个声声评价 大家看我的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呢叫做论点主旨句 第二个呢是evidence论据 第三个是连贯 最后一个呢是他的语言 那么从这四个角度你的同学帮你打分 我们发现中间那个平均分就很说明问题 这位同学呢 他的这个平均分呢 他的这个连贯是最高的 说明他的连词或者具有连接意义的这样的短语使用的很好 至少在同学们心目当中认为比较好 然后他比较弱的部分呢是他的主旨句 所以呢还有主旨句 他最后一个语言语言分也不高 所以孩子自己内心当中是有一个需要他自己个人调整的部分 那我也呢也会就是作为我老师来说 我剩下的课堂我会做一个小小的微调 可能在语言的丰富层上给学生提供更大的好的案例 或者在主旨句的书写上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升级 就把这个孩子的作业升级 然后就是在总结好文件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对我的评价 我们看看视频 是 比如说 上次没有展示出来,他们给我写了一个词。 我特别开心,因为本来这是一个充满了设计,把我们普通的笔用作我们学习当中非常好的工具,所以我特别满意。 这个就是他们刚才打分的维度,画一个圈就可以,瞬间就出来分了。 然后下面第三个场景就是讲完我们的日常授课,讲完我们的读写课的设计,就是展示课,研究课,读写课,公开课的设计。 然后最后呢,是我讲一个我平时判作业的一个实时反馈的情况。 我在这个端判,那个端的孩子呢,他打开他的这个app,app,就可以看到我改判的过程。 甚至呢,我给他批注的每一个他要注意的要点关注词,他都能收到,还有一个成绩。 那么如果家长愿意的话,他也可以下载这个,当然很多学生不愿意让家长下载这个。 咱们倒再说读他的臂端,可以放一下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放读一下,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学生们做的一个课堂作业,把他们的典称纸收回来之后,用了一个教室专用的蓝盐笔。 我们来看张碴琴的起组发音的作业,他的成绩和改判的记录,可以实时的上传到我们淘汰会waldy的教育学的支持我们的家校熟通文件。 就是对的,对的,对的。 engaged,应该是有一个一体,就是对的,对的。 sophist view,对的,lentable learning,对的。 achieve your academic success,develop your logic thinking,cological thinking,对的。 一般做了一个,成绩目前是最高,95分。 所以实时的我的这个笔记就被同时传到我的平台上,学生可以看到他的职业的一个改善情况。 那么我们下面来说一下,就是通过这个基础的实施,我们实现了什么样的效果。 从这个效果来说,我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是学生的,学生端的效果。 第二个呢,是我们作为教师端的一个效果。 那学生呢,我们发现他们可以就改善他们的思维过程, 然后还有这个内容表达的理解,深刻他们的理解吧。 然后呢,能够把他们随时扔到垃圾桶里的这样的习作呢,收集上来。 然后呢,最终形成一个,我课堂里是那个一个一个记录本, 然后回家写作还有一个本。 所以就是两个作品集可以送到他们手里,不会被扔掉。 然后第三个呢,教师这个实时跟学生沟通,能够答应解惑, 而且能联络感情,使教师的这个情感价值最大化。 然后呢,其次呢,通过一个期中考试, 我们发现那个A班没有使用那个技术,而两个B班使用了技术。 我们发现两个B班的这个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很快地缩减。 然后他们提升的这个也比较快, 特别是那个B2班,他们提升了18.38分。 然后没有什么比学生自己说的有说服力了。 这个是就上个月,我让他们,因为我要去给联合国的一些老师汇报。 然后呢,就是让他们随时拿英语说了一段, 然后这是我左边一个武同学,姓武的,武同学说的。 然后他基本上是夸这个技术, 尤其他强调了社会学习这个东西对他的帮助。 他没提到时候,有点理论在里面。 他说这个, 因为要给别人看,所以他会用尽全力写的最好。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I can be the master of every task accordingly. By comparing my own writing with others, I'll get the feedback of the quality and relatively creativity of my work with ease. 因为跟别人参照了,有这个示范性的学习, 所以他从别人身上学到了很多。 那边是一个朱竞竞同学说的, 然后他讲到了这个课呢, 因为这个可以这个 immediately show up on the board. This pen makes the classroom ful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很有科技感的一个课堂。 And also save the teacher time, projecting teacher's homework and collecting answers, making the classroom more efficient, 让课堂特别有效, 然后投屏没有浪费时间。 最后他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 我都没想到, 他说因为我是左撇子。 I hope this pen can be left-handed function. 就是可以 be embedded with left-handed function, 能够左撇子这种功能。 要不然我每次写都不能够很好地被识别啊, 这挺有意思的。 然后接下来是从教师端的反馈, 就是我在讲这个, 我在说这个报告之前呢, 我说到了四大困惑。 下面我来说啊, 从教师的角度, 这四大困惑到底有没有解决, 解决到什么样的程度。 首先呢, 碎片化的语法知识没有被过分地强调, 我们是通过设计, 然后呢, 让, 就是通过长期的这样的设计, 我们不同的篇章, 不同的角度让学生不停地去书写。 那么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就来讲什么样的问题, 直到所有的问题都被解决。 所以它是一个integrated, 综合性的, 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没有被割裂的, 离散的过分地强调。 然后, 同时通过这样的设计, 我们发现这个有效的减轻了孩子们的认知负荷。 它只是一个不会用三单, 它不太会用一般现代识, 我们不需要给它讲16种识态。 所以它就把这个一般现代识先讲过了, 它大多数的这个文书啊, 大多数的这个日常写作, 都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不会有过, 怎么说, 过重的认知负荷。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刚刚说有这样的作品集给它们。 所以呢, 它们的日积月累都在这里收集到了。 而且通过这个快速复兴, 我们还知道它写一篇文章当中, 哪时间化的最多, 哪时间化的最短。 大概在十秒钟之内, 我能够看它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写过程, 写作的整个过程。 然后它在哪加了句子, 哪又删了一下, 都可以总结出它的各种行为模式。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发现传统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呢, 在这里呢, 可能就是能够做到不给老师添乱, 然后不让学生走神, 而且也不让我们的反馈过期, 或者隔夜。 然后这个实时化的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实时化的反馈。 那个后台老师帮我播一下。 这个。 对,点一下。 。 OK, as we can see there are many adjectifs here, patient. 呼籽, 我是八字的吗? 或是伤统。 你可以说 patient, 不…… 很, 很, 我评论一下,这不是一种过程性反馈技术, 我课堂这些课用的是这个公司的产品,那些课用的是那个公司的产品, 所以每个公司它有它的弊端,同样的比它被嵌入的摄像头, 但有的还赋予了OCR文字识别的技术, 有的可能就没有,但是它赋予了后台的数据分析吧, 错误归类的技术,所以每个技术它都有它的弊端。 然后下面来说一下, 说一下它的创新点和它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创新点就是在于通过设计, 我们可以收集到整个学生, 不管是课前课中还是课后,还是回家作业的所有数据, 通过这个过程数据我们可以大做文章, 这是它一个创新点, 那么它可以推广的价值其实挺多, 因为在我们学校一年当中, 我们不光在数学学,就英语学科上有, 我们在数学学科,语文学科也都在用, 而且数学学科甚至比我这个更好用, 因为它们在解一道题的时候, 可以录下来之后, 可以分析孩子的解题思路过程, 然后缺陷,以及如何改进, 就比我这个可能更有说服力, 然后它的挑战其实很多, 第一个挑战我觉得来自于刚才我在讲演当中, 越来越发现那个就叫做什么诊断单的那个维度过于单一, 也不可以只因为这个完成时间或者是这个正确率, 我们就说这孩子红点或者绿点, 我觉得这个维度可以更丰富一些, 然后我们的这个评价可以多维度一些, 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有弊端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有弊端的地方呢, 就是可能考虑到隐私, 有些这个设恐的孩子, 他拒绝使用这个笔, 因为他害怕老师或者家长看到他写的这个东西会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一个小弊端, 然后第三个比较大的弊端就是他是有成本的, 他的那个笔心需要不停地更新, 然后这个一个笔的够的价格可能也好几百块钱, 可能不是所有学校或者所有地区都能够承担得起的, 但是他是一个未来教育的大的趋势和方向, 他确实帮我们实现了精准化教学, 也帮助老师节约了时间, 找到了教学的一个突破口, 同时我又把德育融入进去, 能够实现学科育人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实现真正教育的意义,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应用前景的, 那我的汇报就到此结束, 辛苦各位专家老师了, 谢谢各位老师。 感谢观看